2023年9月21日新闻简报 星期四 农历8月初期 加拿大新闻 一 大多伦多地区高速公路上 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 与一辆执行事故救援任务的车辆相撞 导致四人 包括一名交通部员工 送医治疗 二 加拿大卫生部紧急召回 popkin牌子的中国制造儿童 双层不锈钢水杯 因为底部密封区 可能含有对儿童有害的高浓度签 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即将来访加拿大 在加拿大议会众议院发表演讲 随后会前往多伦多 四 加拿大联合会宣布 将暂缓在福特工厂的罢工活动 此前有计划在更多美国工厂罢工 五 尽管加拿大央行连续加息 已控制通货膨胀 但加拿大八月的通货膨胀率 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上升 中国新闻 一 二零二三年中国企业五百强发布 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国家电网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他们的营业收入都超过了三万亿 二 广州成为首个放宽房产限购政策的一线城市 包括黄浦 潘鱼 花都和白云在内的几个区域取消了限购 三 河北雄安新区公布 将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 并实施公共服务租售同权 四 四川梁山州打击百万级网红 共逮捕54人 涉嫌通过售卖假货和虚假助农活动谋取暴利 五 西安一家医院招募大学生捐献粪便 最高补贴300元 但实际合格的粪便样本不到1% 六 江苏宿迁 严惩两世19日遭龙卷风袭击 造成10人死亡 8人受伤和6800多人受灾 七 重庆一名直校女生指控实习时 被安排为男性客户洗澡和保养前列线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八 合肥一女子因遭受家暴 带着百天大的女儿投合自尽 家属透露 女子原计划次日提出离婚 九 广西恒州一摊贩 因与临近摊贩发生争执 驾车冲撞对方摊位 导致九人受伤 十 英国发布关于香港问题的半年报告 中方批评其内容歪曲事实 威胁说任何破坏香港稳定的行为 都不会成功 国际新闻 一 伊隆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获准在人体内进行试验 之前该技术在动物测试中 已经引发了大量关注 二 日本媒体报道 全国四十多个地区 约一百人遭受集体食物中毒 调查仍在进行中 三 加拿大与印度的外交关系 急剧恶化 印度媒体甚至将加拿大 称作印度的头号敌人 四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十辆坦克 因技术问题被乌克兰拒绝 乌克兰情报局长表示 西方还能提供更多武器 五 纳卡地区再次发生冲突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双方 都有人员伤亡 在俄罗斯的调解下 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加拿大八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预计即将发布 市场普遍预测通胀率会升至约4% 这一上升主要受到汽油价格大幅度增加的推动 与此同时 这也是年度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呈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六月份通胀率曾下降至2.8% 达到加拿大央行Bund of Canada 1%至3%的目标范围 但这一趋势在7月份被打获 Deistardins集团的董事总经理 兼宏观策略负责人Royce Mendez预测 8月份的总体通胀率将高达4% 明显高于7月份的3.3% 与此类似 TD银行的经济学执行董事James Orlando也预计 通胀率将达到3.8% 两位专家都认为 去年通胀率下降 有助于今年的反弹 形成所谓的基准年份效应 这将是8月份通胀率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加拿大央行虽然考虑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 但因为最近经济增长疲软和劳动力市场减缓 预计央行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 事实上 在最近的两次会议上 加拿大央行选择维持其关键利率在5%的水平 Worlando和Mindes都强调了 除了年度通胀率之外 加拿大央行还需要密切关注其他经济指标 如去除价格波动性的核心通胀指标 这些数据将更全面地反映经济状况 有助于央行制定更为精准的政策 加拿大央行副行长Sharon Kazidisti计划 在8月份通胀数据公布后 与University of Argentina大学发表讲话 预计将进一步解释和阐明通胀问题 以及央行的政策立场 总体来说 尽管短期内通胀压力增大 但由于经济表现不佳和劳动力市场放缓 预计加拿大央行可能会持续观望 避免急速调整利率 同时高利率预计将在长期内 有助于稳定通胀水平 但具体效果还需时日观察 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3年9月20日上午 实时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 涉及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提到人民币近期对美元的贬值 询问人民银行对此有何看法 以及是否有应对措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兰回应称 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大 因此人民币汇率也受影响 他强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是部分情况 更全面的指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 这一指数涵盖了与中国贸易额占比超过60%的国家或地区 目前呈现稳中有声的态势 邹兰还提到 随着国内经济稳步回升 人民币汇率具有保持基本稳定的坚实基础 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拥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 有信心维护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下一阶段将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目标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同时将采取措施防范和纠正任何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 明天见